複製就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令到肺青达至日赚三千 你是否一个投资交易的新手呢 是不是一张白纸来的 是不是零经验 完全没有经验 又或者是完全没有学过投资相关的知识 如果是的话 那么肺青对你来说 都肯定是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极速令到你升华到日赚三千这个境界 上两个星期 肺青已经出了教学分享一下 肺青是怎样由零到一做到日赚三千的 如果你都想重温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的位置 留一个QQ的emoji 肺青日面就会马上PM你了 记得check inbox了 好了入正题了 今天肺青就会分享一下 怎样会使用复制这个技巧 还有有什么心法呢 肺青在这条影片后面 都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所以记得看完整条片了 你才会学会方法和心法的 好了 其实很多朋友是会这样的 复制不就是抄杂 小小我就学会抄功课啦 原大学份final year project 都是抄回来的 抄杂我做一个 难得我的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是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肺青就会回答 其实复制和抄杂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concept 对于肺青来说 抄杂就是rephrase 抄功课也不会100%抄足的 你会抄一些重点 又或者抄一些你觉得好的地方 去拿走自己主观地 觉得人家讲得对的东西 抄在自己那里 再用自己的文字 自己的语言 和你的思想 去重新整理完之后 再重作多一次 然后就教功课啦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东西 很简单啦 因为你会怕老师 发现你抄功课嘛 是不是呢 好了 那么复制就就是copy 是原汁原味 整句句子一字不留 连标点符号 这样去copy 就好像影印机 一声复制出来 这个才是废青所说的复制copy 复制是不需要用脑的 用脑反而复制不了 好了 可能又会有朋友会这样想的 咦 那为什么不拿走人家的优点呢 杂八家之墙 那左抄右抄 抄了人家的好东西 那我就可以做到最厉害的 咳咳 不如这里给大家想想 你觉得这样做 是不是就是可以做到最厉害的呢 废青回答 如果你是李小龙的话 基本上你是可以做到最厉害的 只不过 如果你不是李小龙 你是一个交易新手的话 即是未能够稳定地 在一个月内 在市场上获利 就算你集合了八家之墙 反而是害了你 因为还记不记得 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不够经验 又没有足够的交易知识 其实根本是不能够分清楚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甚至乎是哪些对自己是有利的方法 反而只是抄了一些 自己觉得是OK的东西回来 那你觉得 插上一叠的时候 还是不是人家做到的效果呢 如果已经有足够经验 足够知识 就是有策略地稳定获利的话 不再是一张白纸的话 那首先恭喜你 因为你起码已经可以在市场上 连续一个个月 稳定获利了 是不是 如果还没做到稳定获利的话 那未来这三分钟 就千万不要错过 看一次肯定帮到你 看多两次的话 可能你已经吸收到更加多的精髓 肯定会对白纸 伸手的你有帮助 好了 那为什么废清呢 它是会copy 复制 而不要rephrase 改编别人的东西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人家能够成功 可以做到某个程度的成功 肯定已经花了不少的时间 但心机和交了不少的学费 更加重要的就是 人家肯定已经买过很多东西 碰过无数的钉 甚至乎可能在死女逃生了 延迟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们要记住 成功无可能是容易的 成功是留给愿意经历痛苦的人 所以要极速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就的话 最好的方法都是100%copy 不用用脑才是废清style 因为废清之道 用脑的代价真的很大 要花上很多金钱和交很多学费 都是少的 浪费了时间和青春才是事大 万一你想学的技能或者做的事情 又不是很有浓厚的兴趣的话 不,那就真是浪费精神,浪费的事 所以都是想清楚 为了什么去学一种新的技能的话 才好去做 如果只是为了生存 日食三餐的话 真的不是很值得的 因为我们人生有更多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追求 如果可以很简单 就复制到的话 就满足到自己的目标的话 那又不用搞那么多花神呢? 去到不同的地方 拜师学艺 学十九几钟技能回来 其实你的目标都是为了三餐的话 又要自己集八家之所长 又要弄过,学过,试过 真的可以了 那才有机会可以了 这样做又真的太复杂了 废青都是喜欢复杂,简单化 所以废青现在每学一种新的技能 或者是重新认识一种新的技能都好 如果赚钱的,兴趣的,健康的技能都好 都只会选择一些可以被复制的方法 即是自己直接copy就用得的 既方便又快捷 因为废青已经不想再浪费自己的时间 去做更加多的研究 花大量的金钱去尝试成效行不行 还要,真是米搞咪 废青有的是时间 缺的都是时间 所以废青选择复制 复制可以令我们达到某一个层次 但如果你要再上另一层楼的话 你需要的是另一种思维 有缘再跟大家分享 掌知识的话,就记得按个like 当是教学费 如果想追回上星期 废青跟大家分享了 废青是如何由令到一做到日赚3000的话 那就在下面留言的位置 留一个QQ的emoji 废青日面就会马上PM你了 记得留言之后 第一时间看inbox 如果是youtube的朋友仔的话 其实在下面description的位置 已经有条link在这里 你可以按下条link 就可以看回那条video 好了,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影片 2下次见 在第二位 收尾